Ryzen 3000系列處理器 如大家所知的 最近上市的Ryzen 3000系列處理器真香呀 於是...好像是時候換台新電腦了 哎呀...核包又要大吃血路 那麼這台主機的CPU採用了Ryzen 7 3700X 有著8核心16執行序的強悍規格 更重要的是價格比同樣規格的i99900K便宜了4000塊 而主機板則是搭配Ryzen X570F GAMING主機板 確保供電的足夠 畢竟這個CPU可是8核心的猛獸牙 顯卡則是採用了同為Ryzen的VIDIA RTX 2070 SUPER顯示卡 看看這外型真炫 尤其這主機板與顯示卡的敗家之眼 宣示著它的地位尊絕不凡 而機殼則是選擇了FRACO DESIGN的R6C灰色款 既靜音又高顏值 散熱表現也很不錯 簡直是機殼界的精品代表 而說到散熱 這次CPU TASAN選擇了快瑞的H7 Lumi 快瑞家的產品一向是顏值很高的 而這款H7 Lumi更是直帶RGB燈 另外說到RGB就得說說這次的電源供應器 這次的電供大有來頭 是震華最新的Lidex ARGB 850W 不僅風扇自帶RGB燈 連連接頭這也是滿滿的RGB 真的是一顆名副其實的炫炮牙 尤其這白色簡約的造型 就算沒有RGB燈也是非常的好看 而看到主機板裡面 最先看到的是芝琪的燕光戟 其實它就是幻光戟的AMD版本 特別為AMD平台調整過 也因此儘管頻率來到了3600 CL值也只有1600 但它的價格倒是挺便宜的 此時兩條8G的價格約在台幣4000塊 以高原子的RGB超頻條來說 真的挺划算的 至於SSD 阿湯學用的是威剛的SX8200 Pro 512G版本 因為它的CP值實在是太高了 512G的TLC NVMe PCIe SSD 竟然只要台幣2200左右 同時又有非常好的讀寫性能 CP值之高雅 不過SSD快歸快 大容量的價格還是比傳統硬碟貴滿多的 但HDD的速度有點慢 因此這次阿湯選擇了希傑的Flycuda SSHD 內有8GB的MLC快產記憶體 可以提升硬碟性能 當然相比純直SSD 速度上還是會輸的 但是對於大型遊戲 半夜軟體等 需要佔據大容量的軟體來說 細節這款產品非常合適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Ryzen主機所選用的配備 那接下來看組裝吧 有 hard�例子 我們就要看組裝實本 嗯 好 喔 好 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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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